这么回想起来 当初你找她的时候 我也不认为你有多爱她 当初你春风得意 你有钱 又是项链又是戒指的 对 是吧 那个时候你对她的感情是很浮躁的 就是不稳定 说些人的话 不是不稳定 就是人就是浮的 所以感情其实也没多深 对 真正开始认识这个女人 是从你真正一无所有的时候才开始 你所指的感谢她骂醒你 也就是说 你一文不值的时候 她还留在你身边 对 是 最后就是前面虽然她经常跟我找 唠唠叨叨 这个时候确实是没有她的鼓励 跟着这个 她怎么鼓励你的吗 就是讲这个钱都亏都亏出去了 你还想这么多干嘛呢 你是不是当时想这女人是会不会跑 我有想过 可能也许她会离开我 但是我不会怪人家 走到这一步全是自己找的 感觉是自己脱离了她 也脱离了孩子 坑了孩子 结果人家没跑 对 还鼓励你 是的 怎么鼓励你呢 就平时她就 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愿的买 就说我呀 这个根本就没有了 这个时候反而不说你了 对 然后就是还我喜欢吃什么菜呀 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她做的那个红手排骨咯 她做给她吃饭 当时也没办法 既然亏得亏那么多的 你都要活了 那你们娘家人怎么说呢 早知道让你别嫁别嫁嘛 那是这个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怎么办呢 选择的 跪着也要走完是吧 是啊 就是拴死在这条路上了是吧 对呀 晚上她有钱我就跟她家 就不可能她没钱我就跑掉了 做人也凭良心讲话了 把那些那个项链啊 戒指卖掉呗 没钱再没钱我也不能卖掉 那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她送给我的东西 我不可能卖掉的 再没钱我都不会卖掉 这么重情重义 对 你以前耍过男朋友吗 没有 她是第一个 对 你认为她是骨子里这样 还是说她确实挺懂事 她最难难可贵的就是 我原来压根就没想到 她那么能吃苦 就在16年那会儿不是 已经难到那种地步吗 然后我们也不断地吵 然后我就想 去打工呗 打工我是根本就不想 为什么呢 打工我是想永远都出不了头 然后欠人家的债 然后孩子以后的教育 怎么去承担 在我的理念里 哪怕我即使去摆个摊 做点小生一起 我也不会想着去打工 她不愿意打工这事 你怎么看 当时她是不愿意打工 我说我们是过得这样子 都过不下去 你还不去打工 我说一个月五六千万 也可以到姐姐厂里面做事 她说我不去 她还是想投资做生意的 没钱了 我说没钱你还是到时候找项目投资 就是反正她大事都不会去做 后面是怎么做的呢 后面的时候就是做这个红薯 怎么又想着做红薯呢 东一干的西棒的 到了那个年底 感觉是实在是没有出路了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嘛 他也是因为破产 没地方去就跑到湛江 那边去种一种红薯 它那个红薯叫小香薯 他说我现在种的这个红薯 非常好吃 但是就是比较贵 而且个头很小 但是不知道江西南庄 那个消费水云 你在那南庄卖得动卖不动 我说你就要么寄点过来 给我尝一下 我说我现在眼下 也没啥事好干 到年后 年宵以后 他就给我寄了一箱 这个红薯过来 就是那个叫小香薯 寄过来以后 我当时打开一看 很小的那个个头 说心的话 红薯在我们那个 当时我那个年代 我小时候是最怕的东西 看到它我就想哭 最穷的时候 最穷 因为记得小时候 就是有两种红薯 一种就是那个 吃的会椰食人 干椰干椰的那个 一点甜度都没有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那种西巴烂 西巴烂的一种 就是根本就是没办法吃 我们都是放在那里面 煮西饭的嘛 看到这个我们都头痛的 他寄过来一看呢 我说这个红薯这么小 这个就有那么好吗 就抱着这个 试试看的那种心态 就拿到电饭宝去蒸 蒸的时候 当时就闻到那一股 那种特有的香味 跟小时候的那个红薯 感觉完全不一样 而成熟以后呢 我就拿到一个 那个红薯在手上 然后就开始就是 从头上我就剥皮 那个特别的奇怪 你看那个红薯的那个皮啊 它一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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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那个高手薛苹果一样 从头到尾 整个那个皮 它是那个像直头大小的 对 红薯 确实蛮好吃的 对 确实我当时就是这样 把它剥下来以后 非常的漂亮 金黄金黄的 然后这吃起来 它又那种香气 跟板栗一样的那个香气吧 然后又落 路口那个接受度非常非常的好 当时吃了这个红薯以后 感觉这个应该是可以去卖的 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第二天呢 我就装了一些样品 就拿到手上 就跑到菜场 就是心里当时是蛮有自信的 这么好吃的一个东西 拿出去应该是 肯定是会有人接受的 结果找到菜场 然后人家一问价格 就一个接受的都没有 然后我就问了一下 当时就是我们的菜场 卖的风俗 最贵的就是一块九毛九 两块钱一斤 也就这个样子 你要卖多少 我们当时是五块 这小的就是跟那个小 一个拇指一样大的这个 五块 他们一听这个价格 都头腰的跟波浪鼓一样 说心里话 这个当时那种场景 原来嘛 这是过关的好日子 就是突然压根拿这个风俗 去人家是说 这个风俗怎么怎么好吃 让人家去卖 这张不开嘴 也要去说 然后碰到有好一点的 卖菜的这种摊位的摊主 他会跟你讲 叔叔我这个太贵了 我这卖不了 你碰到那种 他就是很不赖烦的那种 走走走走 说了不卖不卖 这个东西你别这个烦我 那种厌恶你的那个表情 就是让人心里真是 实时非常非常的难受 我都想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难推 都想放弃了算了 自己就是被人家堵的 那个都在偷逼 躲在一边都想偷偷的抹眼泪 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 就这点罪都受不了了 刚才后面 你还是真的是 那一千万来的太容易了 是 因为前面没有干过这些 然后 该想一下自己 到了这个年纪了 还来受人 哪个年纪吗 你哪个年纪 我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 是吧 然后想 还来受这一份罪 该想想家里的老婆孩子 都马上美都 接不开锅了 这个都接不开锅 你怎么办呢 这条路也得继续下去啊 就是我问到我们那边 N多个菜场以后 人家都拒绝不卖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难说 就回到家里 然后我们俩就商量 我们就想自己到菜场 去弄一个这样的摊位 自己来卖 每天四五点钟就起来 那刚开始 哪里起得来啊 到了菜场 早早地去把这些摆起来 然后就跟人家去说 这个红薯怎么怎么好吃 我们当地的那些叔叔阿姨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红薯很小嘛 然后就说 你这个红薯 这个我们说是 我们那伙乡想拿来喂猪的东西 你说现在拿来卖 卖得这么贵 谁要你这个东西呢 也是依然自己 就是自己卖 也是卖不出去 然后我老婆就讲 是不是我们可以拿个电饭堡 去煮一下 拿去蒸 拿去蒸一下 蒸出来让人家去吃 那人家吃到这个东西 那么吃得好吃 那我相信人家肯定会去买 然后我们第二天呢 就早上早早地起来 然后就带到电饭堡 跑到菜场 就把这个红薯洗了 就蒸起来 你还别说 一蒸 当时就有吸引到 这个来买菜的 这些叔叔阿姨 他们就讲 这什么味道啊 怎么这么香啊 然后我老婆马上就接嘴 来来来来 先不要走 我们这个在蒸冯薯 我们这边蒸一个特有的 这个小香薯 过来尝一下再走 蒸熟的 然后我们端给别人平常嘛 结果他们一尝 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吃了 又粉又香又甜 然后就不一样了 他们就蒸香过来 就开始购买 就这样的 从那天以后 就慢慢地这个 就卖起来了 就每天我们就这样 让人去尝试 然后就到没人问 没人买 然后就到他们叔叔阿姨来排队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事还要擦除主意啊 免费试吃 这不是常规手段吗 你不是一做生意的吗 我原来哪叫做生意啊 纯粹就是好玩 一些心事全部用在玩上面去的 原来就没有在脑海里面 就不会去琢磨这些事情 去想这些事情 做好了以后就自己种呗 它是这样的 它这个冯属啊 有一个缺陷 就什么呢 它就是根据气候有关 它在这个1月到6月之间呢 这个时候呢 在海南 它就非常适合 它气温不高 口感非常非常的甜落 到了7月以后呢 气温持续的那个高 就导致那个冯属啊 它会纤维发 就很干 很烟 也是那种就不好了 口感就不好了 那么在这个卖的这几年过程当中呢 我就在考虑 有什么方法就是让这个 我们是消费者 来持续知道这种好的东西 我是本身就是农村出生的嘛 对于这个土地也略之一啊 我们那个有机制是非常丰富的 在这一点上呢 比海南是肯定指强不输的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那种没有什么虫害 不像它那边气温高 我们这边是以水稻为主 江西那边 那么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着在家里来种 那么有了这种想法以后呢 就是在我们江西南昌 就第一年就弄那个200亩地 你第一次种成功了吗 没有做成功 当时就是感觉就是种这个蜂树很容易嘛 淘下去200亩地 基本上是五六十万血本无归 第一年就是 你哪来的五六十万 你不是亏光了吗 在那几年后面 挣了点钱 卖挣了点钱 对对对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亏光了 什么心情啊 亏光了 但是重新再来种 他倒是傻得很直 你就没有别的话说了吗 他当时是种那个红薯 确实很辛苦 刚好我就鼓励他 我说你就是慢慢干下去 我就跟你吃一点苦 然后每天他就是 那个红薯中的 但是形状不什么好看 然后就挖了 每天中我就是拖了三四斤 三四斤回来 但是我在仓库 但是那个一舌三四斤 一箱就三十二斤 我都端不起 我就咬了牙就把它端下来的 跟我嫂子两个人就帮下来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红薯也可以做 我们是慢慢来吧 总有一点会好起来的 他跟你的前妻比有什么区别吗 他务实 就说心里面前妻跟我是一类人 他比我还要面子 比你还装 对 这个就好痒 好痒 是吧 然后头脑也简单 说话也不拐弯 对 是吧 你给口好的吃也行 给口不好的吃他也行 那就这一点 就是不光是我 就包括我 所以我家里人都非常认可他 就直 心地好 也能吃苦 就一心一意的就是为我打理这个服务署 亏了五六十万 就基本上又亏没了 对 你灰心了没有 他说他是没灰心 我觉得他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你灰心了没有 我灰心了 我就不想再种 然后他就说 这肯定是你还没有沉下心来 就是把所有的心事用在这上面来 你还没沉下心来 也就是说在农业这一块 他不是一个一朝一夕的事情 就是说你还没有投入学习 对 是的 就是通过那件事情以后 那我就找一些农业专家方面的人 来向人家学习相关种植的一些知识 然后才知道这个风俗 那必须要从每一步 你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东西 从选种选地到施肥 以及后期的一些管理 这是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不是我像我前一人那样想的那么简单 其实通过种红薯 几乎跟这个人生重来一次一样 对 必须每一步都认真面对 对 要不然结不出好果子 对 是这样的 包括我后面就是了解到 红薯又好肥料 它有好的一个品质 我们所种出来的那个红薯 都是有机制的 从来就不使用这个农药 发肥之类的东西 种了几年又种成了 种了三年吧 第三年头上 第三年头上 对 这三年当中没挣钱 对 熬了三年 熬了三年 中间还想换戏 他说做得这么累 血又没涨到 他说我不想做的 我说你必须给我好好干下去 我这陪你吃点苦没关系的 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 就慢慢来 不要着急 所以其实你种地的这三年 也是重新了解他的三年 对 重新看自己的三年 对 对 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努力了这么多年 也吃了这么多苦 中间话其实是可惜的 确实不容易 我们就是有时候来了 那个红薯来了 他我们两个人自己 就是搬下来 为了省点钱 那有时候他都累的 动都不愿意动 到家里面 就是把孩子打理一下 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一般来说 红薯基本上 小规模的也得一两万斤 对 是吧 搬来搬去一箱箱搬 是 是 是吗 是的 练身体练身体 好累哦 好累 不是你自己自愿的吗 是吧 是我自己自愿的 第三年头上中成功了 对 不管是品质啊 包括这个产量啊 我们都都已经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的那个风暑 就整个我们江西的 所有一些大型的商超 都是我都是我在顾 都非常认可我们的这个风暑 现在有多少钱了 那钱是谈不到了 这个农业这个东西 现在有一千万了没有 那那没有 但是我有这个信心啊 一定是远远不止一千万 那有了钱又会不会又飘啊 那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啊 那我们都 人是三节草 怎么知道哪节好啊 那以前是没有 没有吃过苦嘛 然后也也不知道 这个生活的这个 这个柴米油盐这么难嘛 你以前当大老板 吃穿都条件不错啊 你现在这卖红薯 种红薯 享受方面的东西下降了没有 那完全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了 在北京的那会儿 我那个时候就追求品牌了 为什么说死要面子活受罪了 我那伙穿的那个鞋子 就是已经是牛皮底 全牛皮底的 就是几千块钱一双了 衣服都是我们那个南庄 那个时候是金盾啊 金利来啊 然后出个门 头发打个摩斯奔亮 然后这个鞋子上面 是一点非都不能看到的 擦了又擦 占量 这样才会出名 现在做农民呢 那哪还能讲究这个 有的穿就可以了 哪种日子过得舒坦 我感觉现在还更踏实 因为现在吧 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牟利 就是我已经就跟原来就是 完全这想法不一样了 以前没有一个好吃 我们绝不会出门 现在是开个仓和 面包车送货 都有滋有味的 所以这也是我要来感谢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原来就是佛造 就是佛服务法 就是要面子 反正怎么花钱 无所谓 那么现在从我做这个农月以后 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 你就是踏踏实实做事 成真肯肯做轮 一步一步一个脚印 今天上节目这算是多少钱 上衣是什么牌子 这个便宜货 这个一套下来才一百多块钱 才一百多块钱 对 手表呢 这个手表还是十几年前买的 就是007年 鞋还是牛皮铃吗 不是 现在就是反正便宜 我看到就便宜嘛 就是反正是谁也买嘛 不像以前是非家 变了哈 变了 变得没有那么浮躁了哈 对 完全变得一个人 但没有以前帅了 那老了嘛 那你喜欢老了的这样的他 还是以前帅气的他 帅气多金的他 喜欢现在这样的他 也喜欢现在的生活 所以人长大了还是会成长一部分 就看事还能看得透一点 对 是吧 对 你担心他再有了钱又变吗 又打麻将 这个应该不费了 现在公司你有股份吗 有 你是什么职务 我是在商库做商管的 钱谁管 钱啊 财务是谁管 财务我是请的一个财务的 那个人听谁的 那个人是听我的 那那那 我说的话算的 你不傻不傻 他管什么 他管市场管业 对 对对对 是吧 对 抓牢那个财务啊 对 是吧 钱还是要守住 对 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我觉得对于君子来说 这一路走来 让你能够去完成 对于我们的生活 就是要脚踏实地的 就是要努力的 而这个领悟的过程当中 立交在你身边 就这么傻傻的一种状态 其实就让你心里边 有一个定心玩 无论你好 有人跟你一起喝彩 你不好 也有人一起陪你流汗 这时候心里边 就特别的踏实 所以我觉得 你们这一路走来 不仅收获了你们的红薯 也收获了你们 更有力量的自我 和你们幸福的婚姻 特别的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也祝你们未来的生活 甜甜蜜蜜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君子 虽然红薯的事情很小 虽然立交也是一个 很单纯的爱你的 一个小女人 但是她在你心里的分量 你发现你在执着 用心专注之后 她的分量都会很重很重 然后现在你们两个的状态 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挺为你们高兴的 包括经历那么多苦 你看立交一直在笑 笑得都不知道说啥了 但是还是在笑 一切一切都在这个笑容里边 所以我觉得有一句 杨将先生的话 可以送给你们两个 曾经多么渴望 生命的波澜 但是到最后才发现 真正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所以你今天来 对了 你就是应该去谢谢你的爱人 谢谢他来陪你 经历了各种波澜 谢谢他给予你的淡定与从容 谢谢你们 其实这个红薯跟做人是一个道理 得扎根啊 得扎根在地里踏踏实实地做人 你那一千万 把你拖起来飘在天上了 它给了你对人生的两个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 你有很大的能力 可以随便地赚钱 第二个误解是 钱不值钱 所以你使劲挥霍 反而这一千万是害了你 是 后来你开始种植红薯 整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了 今天是来感谢老婆的 但是你知不知道 立娇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男人 就是要一个搅大实地的男人 对 他一直想找一个踏踏实实的男人 这个才叫真正的有本事 所以能看到你们能通过红薯 能翻身 特别是如果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能通过红薯 更误导一些做人的道理 那我觉得特别地值得 这些年过得特别地值得 对 咱每一个人都扎根在地上 就生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就不可能走不到更好的一个地方去 好 祝你们的生意 跃坐也好 谢谢你们来了 来 接下来有什么话 你们夫妻俩说 谢谢你来了 谢谢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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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再见 让我永久寂寞去解脱的灵魂 谢谢老婆 是你骂醒了我 我曾经 感谢你这么多年来的辛苦陪伴 陪你一起走价器 此刻那些伤杂不明 你所认为的风光的时候未必是风光 你所认为沧桑的时候未必是沧桑 也许只有沧桑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如果你也有对不起或感谢的话 想要诉说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你的故事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你只能感谢你